纪录片银发汹涌 由天地健康城冠名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张吹好 来 一张吹好 来 妈来 一张吹好 不让她也得睡在床上 睡在床上的话人就更加不行了 有的时候就是一直让她起来 好 我妈妈是九十一岁了 今年是九十一岁了 那个就是自从我爸生了病以后 我爸是一零年 先 妈洗手台下来 我把你弄底线 啊 洗手台下 好 长了啊 像她这样 如果你不扶持她 随时有可能摔跤的 把它切底线好了 我先跟她弄点心 饭的就是 三天两个就跑医院 一跑医院嘛 什么东西都不能吃 连喝水都不能喝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想想吧 就是 老妈她到了这个年纪啊 其实那个时候她是很无助的 确实她 她是完全是没有能力 你不去 也恨不了这个心 扔下她 她现在也不说话 你跟她说 她也不跟我们交流 就有的时候 就有的时候 因为旁来嘛 像我们度四六 是好几个人 我们来想想自己 退休的一步 好 谢谢 rum 韩罗 ENT哗 BGM 这是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 成立于1987年 一般送到这里的患者 他们的病情 已经被别的大医院宣布 无法逆转 下一个出一半 苹果 又是今次上来的 虹果 国家 中日 市场 又是几年 明天 这种就喝水 而他的东西都给带来了 带来了 是昨天断的 他可能就昨摔了一会儿 可能淡了一会儿 很危险的 这要断出来可就麻烦了 他不吃 医院入者差不多400位病人 平均年龄超过80岁 27年中 离世的三万多名病人 平均住院时间 只有一个月多一点 医院对病人采取姑息治疗 以减轻痛苦为目的 训练宣节 好 再说一遍 福和日方五 善逼和下苦 随心谈宗参 每天上午八点到十点 是老人们集中活动的时间 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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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战啦 来 坐一起 来 大家给我坐我一起 听说 爹爹 我们要能活动的老人呢 尽量让他下来活动 尽量不让他卧床 卧床呢天热 容易起入窗 而且呢他会经常去睡觉 得不到一个锻炼 这样呢 对他的身体恢复是不太好的 所以我们尽量的督促到下楼 吃饭 你吃几个饭 我吃饭 对 病人中有许多是不能起床的老人 需要护工照顾 医院共有123位护工 平均一个护工要照顾两位老人 这三位老人 经济条件还可以 住的是三人间 有的病房 有的病房最多住了八个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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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做了八个老人 和一切费用 他这一人就可护五千多了 说的我都需要人四个小孩 我都得需要人 你这孩子上班顾不过来 那没办法 我只能咬着牙 你让孩子上班 你几个孩子 我俩 俩也都正在爬坡的时候 孩子小 他得上班 得挣钱去 没办法 太难了现在 真是 你看这里躺这些病人 哪个家庭负担都够重的 这儿女孝顺的 说来看看 有的不孝顺 根本都不来 有的 有的 你不想吃啊 搅不动 搅搅动了 我花菜就是不好搅 你怎么都 一天都拌嘛 都不下来吃 走个吃 我必须有的 我花菜是否 不过去 你就是不下来吃 那我找来吃 我贝物 不下来吃 我贝物 我贝物 在哪里 我贝物 不下来吃 过去 那边有花钱 来 拿起来 然后啊 来 好 到了啊 我哥哥说 我有的时候说他 我说你怎么一会儿一会儿下来了 我哥哥说不要说他 他要小编嘛 这也是他的那个尊严 说你不要去说他 他要起来小编嘛 就让他起 所以我们就 一直就这样辅他起 照顾到现在 这么多 报警了 她起来 离开床了 就报警了 就是因为我妈妈 她要自己 她不吭声 她不说话 她就 就自己起来 起来了以后 因为她生病了 腿脚没力 没力就走起路来 或者她自己爬起来 都是容易摔倒 所以后来就成了 我那个 哎呦 这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 如果在外面的话 在中国 绝大多数 失能失智老人 仍然采取居家照顾 可以说 每一个 失能失智老人的背后 都有着不堪重负的 家庭故事 针对 失能失智老人 这一特殊群体 一些机构 开发了动作探测感应器 离床感应器等技术 能够持续侦测和采集 失能失智老人 失智老人日常生活 活动能力的数据 进行智能分析 以便达到全面监护的目的 丁勇的公司 就在做着这样的事情 这里现在能看到你 我爸吗 是 数据 只能是看数据就说 我们去判定 判定他一些异常的行为 比如说他晚上 他一般大概八九点钟 就开始睡觉了 然后会半夜 他又起床几次 所以这离床 他离床都是发生在 我再找一个其他 你看他离床 基本上都发生在很夜间的 对吧 那么 问题来了 就是说 如果哪一天他晚上不离床 我第二天早晨一定要回去看一下 我先跟你说一下 那个 他精神切业的字体 我先 中西医院 中山医院 你提示你跟医生刚刚 弄有这种切业 早吃药 早获益 你可能弄梅汤 前面要抢了 嗯 抢了 怎么抢了 抢了 对吧 没一口 所以 你能不能帮你 梅汤 被胃长得了 没得了 对了 不能长 对 是 少人的 他精神病要增加营养 增加营养就得吃 前面没得吃 老了就要多吃点 增加营养 不管你看毛病不看毛病 有种鬼就要 啊呜啊呜吃进去 对吧 营养就好 我妈是以前是领导 所以每次开会 她都是把我们先骂一个 然后呢 爸爸原来就是知识分子 受我妈迫害 受了好几十年 所以我们 基本上 很少开会 五年前 丁勇的父亲 得了帕金森病 远在美国的他 得知这一消息 毅然放弃了 硅谷的高薪工作 回到了上海 帕金森病 是一种常见于中老年的神经系统变性疾病 多在六十岁以后发病 主要表现为患者动作缓慢 身体僵硬 手脚或身体的其他部分不停地震产 资料显示 帕金森病迄今为止 尚无根治的方法 丁勇决心 要为父亲做点什么 为了延缓父亲的病情 丁勇总是让父亲 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从钱包里掏零钱 这样简单的动作 对于丁勇的父亲来说 却是很艰难的事情 小伯父亲来说 小伯父亲好 好伯父亲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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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一心 谢谢 有几个后生没看到你过来 身体不好 身体不好 我说是一个治疗 两个人 入股 在山植骨骨骨骨骨 这样 全体好异虎 得不错 对吧 蜃酥全体 CDs 徐彦春老人得的病是胆管结实 不能吃一点有油的食物 这让照顾他的女儿非常头疼 你一想想看 没油的菜也不好吃 要吃的烂 起来吧 起来去谢谢 来 妈 换一个豆腐 这豆没脏了 对吧 这个豆也没好吃 这个钱要辣了 因为我们没有吃 要吃饭 所以我们进口的年纪是几次做 但是这个豆也有利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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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豆干也做得不好 可能会有吃饭 从去年开始 兄弟姊妹四人轮流照顾老母亲 但是长期的睡眠不足 让他们的精神面临崩溃的边缘 就是没吃饭 我觉得有时候是感到心累 甚至可以来讲 往往有人往日 不是投资日赶的鸡卡 这钱给我们扎人 那有人说 这个吃饭到来 有时候在公交处处都撑上去 因为都捧着了 等到我了 已经不太多人了 尤其像我 我是两面都有的 我还有我婆婆那里 就是说 基本上我们也没有家的 就是说 有的人就是说 好像你们这样也 因为我们年纪大来嘛 身体也 也不好了 越来越饭 妈弄出来 要懂啊 妈弄出来 啊 先把酒 好吧 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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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好吧 先把酒拌好 妈 这条敢有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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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敢有 你都做太多了 妈 咱们拿着老口 他家的人家也太大了 妈 妈 咱们说呀 妈 咱们拿出来 妈 咱们拿出来 妈 咱们拿出来 我现在说 等下来 咱们拿出来 你夫妻与湯切的话 不用秒组 那才嫌眼筷子 我女朋友不要 notification 那这牌子这牌子 þup 阿i Elite 不行 别操于 эту腿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嗯? 有土,有土,土,土在那儿了,你看看 哎呦,你把门 真别往床上抹啊,哎,你车子往床上抹呢 就满地脆,不脆了,你看看,拿那手指扣他那牙 他这么弹,他一弹,整弹他就床上抹 那弹得比笨公子还厉害 那玩意儿那小孩坐在那笨公子,他这知情就管事 和哥在这儿,拿一点的,哥在这儿 一弹,他还整圣你那地方 你说怎么生的,跟他生的去,跟他生的去 他跟那一事儿说,他走躺着了 你说挨着他,我说快点,我能快走到我出院了 我可不爱他,他气了 他是哥哥 不知道似的,是啥 哎呦,丑着可真生气 但是他虽然讲,是讲他在说呢 但是后来,就今天有一段时间 情绪不是很好,吃饭也很少 他就开始着急了 他就开始着急了 哎呦,你赶紧哄哄他吃饭吧 他好好吃饭 这里的老人,虽已风烛残年 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曾经有过风光 说起来,这位金奶奶,还是爱心觉罗家族的后裔 阿吹,来 你拍八,我拍八 八个小孩,吹喉叭 就是这个屋里的三个女人,是一台戏 经常性地会因为我们 就是去照顾他们的时候 给这个聊天、给那个聊天的时候 经常会吃醋 对,我跟金奶奶在一块儿的时候 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 就是给她每天上午 下午要去请安 我记得就有一天 我就听鸡奶奶 跟我说了一句话 她说老朋友 你不要离开我好吗 她说你陪我一辈子 其实当我听到 这句话的时候 我愣了一下 我不知道这个老宝贝 为什么会突然 给我说这句话 我不太明白当时 然后我当时没有回答 我只是握着她的手 就搂着她的肩膀 就搂得越来越紧 然后她就一而再 再而三的就跟我讲 不要离开我 我需要你 早晨 老人们等着集中活动 开始的时间 鸡奶奶不舒服 没有外出 这让刘奶奶 很是担心 还有十分钟 想出去 想出去呢 不让我出去 马老师我再一起拿过去 谢谢 谢谢 好 快吃 我找你接病人去了 对 那是那个上午老人们说的 好 我一上两块是今天 今天有点热 今天太热 是 都过去了 他就在里边待着 因为今天是不是有点热 对 有点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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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蛾 日刀 半 地 河下 土 随 盘 中 山 地 地 野 亲 谷 哎呀 这奶奶比我得太棒了 二楼 五楼 这边 医院的大夫护士 正在开每天的例会 降压 抗脑梗药 对症治疗 担架排入病房 主因直肠癌 术后肝转移 病危 容易 让别人搬上 那个子残的这种的东西 一定要收到汇子里面去 还有床边约损方法 我们要以老人舒适为准 然后做到老人保证安全同时 让他有一个功能的体内 其他的我没有事了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 送进医院的老人日渐增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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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叫我呀 叫你你才不理我呢 是瞎说八道 我不理你 不叫我 怎么了 那这么热的都不让我去 那不行 那下 你想下去吗 想下去 现在就想下去 嗯 再转转 哎呀 你今天上午出去了吗 没有 那不行你出去 大夫说不让出去 每天啊 出去 我跟他说出去 你放心 明天咱们出去啊 那你得给我唱一歌 你唱一歌我就让你出去 出那儿我买 这是老北京的 没剪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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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剪刀 好 剪刀我 炒豆我 这才是老北京的 炒豆我 嘿 春节粮法晚会 咱俩就来这段啊 你来我来一个啊 通过十多年的努力 我们对一万零七百一十三个病例 进行总结 最后统计出来的结果 是生命品质到生命的终结 临终期二百八十一天 就是二百八十天吧 难道真的这样巧合 每个人的生命 在妈妈的子宫里面孕育 十月怀胎就是二百八十天 在妈妈子宫里 经过这种温度 呵护 关怀营养 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 经过一生的成长 当他老了 思维减退了 行为不能自理了 我们都叫他老小孩 这个老小孩 不能回到妈妈的子宫里 那好了 他们怎么才能带着尊严呢 怎么才能没有遗憾呢 好一会儿还没缓过 我们拍一个节目再走 好了好了好了 没事你们开始表演节目吧 不用 好了 今晚开始表演节目 然后计划很大 帮一个 帮一个就好了 来 帮一个就好了 好了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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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多的老人是这个样子 当我们的员工在照顾他们的时候 不管是我们的护工也好 是我们的医护人员在照顾他们也好 给他们擦洗身上的时候 很多老人都拿着被子要拽的 你要给他打开要给他擦洗 你要脱掉他的衣服要给他擦洗 他会去拽那个被子 使劲地拉扯 因为他 因为他觉得他很 他就一点点的就是自尊都没有了 他是一丝不挂地面对在你的面前 他那种心是很难过的 只不过他无力去做很多的事情 生命如此沉重 每天回家的路上 年轻的护士长都得调整自己的心态 挺 channels ⋯ół 好 好吧 这些不一定会比较切 因为你现在不能多现成的操作 好可能 你自己对自己的公司 是要全面的要 全面要通筹一下 对吧 这些东西 毕竟你是大老板的 一定要当心 你罗贝了以后就要负责了 那第二个口罩 第二个 你只要身体上去 我身体没好吗 啊 我身体没好吗 这没好我看你 再第二个 再第二个 这个老口 踢踢在这上 飞了不吃 再第二个 所以今早就是一里八踢吧 他是星期天休息吧 他每个星期休息 现在是他们两个交接班是吧 对对对 但是就是说 弟弟不来 我是不走的 我们家不带人的 赵松信 瘦周祥 这些东西给这些手写的 哎 手 下面也好了 带一席啊 送 留您个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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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刚才的咖啡一字呢 那兄弟姊妹有几日的鸡 要订一份证宝 因为我们卖到开宝质了 那么开宝质呢 因为这个宝质关于哪里的难逝呢 我们有什么实习呢 习惯一笔 比方说有几次买 不习惯兴趣呢 醒车呢 到北一天 所以就要抠 这个咖啡一 就不要念意就是刚才 老日的那样 是真要比较你自己的 对吧 那么我说个个都是一种叫 经人水压 我说这个是哪个重要的 反正就是刚才因为女儿个大 你记得我来经老爷说 有钞票也就是刚才付帝钞票 就说了 这个是语语吧 我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经人水压更加重要 那妈你的肚子女 那么那以前可以车去跟他一种方式 人费的来做贵 到了那个等呢 那我的兄弟姐妹 有个谁是独三子女 我可能有这个调节 跟他一样子 来来举个养老的 妈不懂得了 今天我走了啊 好 来 那也好 这个要要要做好没人 那改好也不行 可以吗 可以啊 这倒得不好吃了 对啊 那肯定不好吃 来把这个拿起来 不要不要不要 这天丁勇父亲的腰病又突然犯了 只能躺在床上 一口一口吃呢 又抢了 腌掉再吃 中午就我们两个 中午妈妈父母 晚上丁勇回来吃了好一点 欢迎看这种历史的档案 还要看一看打日本人 还要欢迎讨论 我就讲一下美国总统 两面派 一会儿这个样 一会儿那样 在这里说了一样 到那里又说一样 他这次又要访问 访问日本了 访问两三天 对吧 我们还要对他就有想法 是吧 他还得了一个 我讲的 我最恨的就是这样 当他上台的时候 他得了一个活兵奖 若贝尔奖活兵奖 像他我想这样的 到处去搞这个的 我想给他活兵奖 好像不应该 这若贝尔奖太好得了 我讲的 我就可以得 我还不请罗人家吧 他老实讲 我自己妈妈 剩了三个 就活下来我一个 就说我没有条件 就这样 我们自然淘汰 灵活也活呀 不灵活就滚蛋了 所以我有的时候 带丁佣奖 现在你们这个身体 看看好像比我好 身强力壮 所以我们自然淘汰 自然筛选了 你们靠药我长 抚养器 所以除了工作之外 还要爱惜身体 但社区健康的人 觉得身体太重要了 没身体什么都没有 老人一直不希望家人给他过生日 老一辈的人总会为下一代的人考虑很多 丁勇的业务已经在上海的好几个街道做试点 他为之努力 希望让更多的老人享受到服务 法国人就是这样子吗 是的 法国硕士 八几年 90年了 90年 做养老 这个87年了 小三女士 91 所以我们未来 十年以后我们最强大的 因为他们从 那么年轻的开始做养老 十年以后他们就在行业当中的老兵了 我有的时候问自己 如果哪一天 过了十二点你就完了 那我躺在床上 如果我问自己一个问题 这辈子到底干了哪些事情 哪怕没有什么伟大的事情 但是如果哪一天 有人说 这个中国的养老 哪怕是养老智能化方面 服务方面 那有一点被大家记住 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帮到大家的一件事情 也挺好的 所以这个当然是比较大的 这个比较自私的 我想这是更大的一个驱动 就是我希望哪一天 我躺在床上了 结果没人管你 呢 人们 我怹在床上的 我爱你 是真是什么 男人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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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真是吧 那我爱你 我们爱你 这个你 我好爱你 我们爱你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给你拿着 我给你放 我给你放到你屋里去啊 不要 放心 就要自己拿着 因为你在照顾老人的时候 你付出百分百的时候 你是很享受的 因为你们给予他了 你给予他了很多的帮助 很多的呵护 很多的温暖 你让他在人生的最后的这个终结点的时候 让他很幸福 那么一到终结点的这个时光当中 那么最纠结 最心疼 最难过的就是我们 我真的很怕失去 二楼的病房里 一位九十六岁的老人即将离开人世 在这里 死亡是一种常态 老人的家属给他举行了佛教仪式 希望老人能够勇敢和安详地 面对着人生中的最后一刻 买得很快啊 一百年 吹着吹着差不多了 对不起 来 坐下 走快快 坐下 坐快快快 处早起来 走快 走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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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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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2.3 2.3 2.3 2 2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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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